第九百三十一章 消息 一直拿着望远镜在观察的老三 快步走到辉哥身边 小声说道 老大 有船来了 让兄弟们准备 一个个眼睛都蹬大点 抢的保险都给我打开了 别他骂的被黑吃黑了 在海上飘荡了几个月 辉哥原本自诩 有着几张国外大学文凭的斯文人 也变成了粗人一个 和这些刀口填写的人说话 太文明了 根本镇不住他们 虽然这次教义方是辉哥的老熟人 是马来西亚一个著名的传物巨子 但是辉哥也不敢掉以轻心 要知道 海上的形式规则 就是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在这鸟不下蛋的地方 只要对方有足够的实力 即使把自己等人全部干掉 这个世界也不会起任何的波澜 更不会有人去想念他们 更何况 最近辉哥还听到了个消息 那就是 拉斯维加斯的一个赌城老板 执名要找到 并且干掉他们 辉哥很明白 原因就是 他们所聘请的杰威斯 并没有回到拉斯维加斯 这让那位准备参加年底 赌牌大赛的赌城老板 极为不满 动用了很多手下 再打探辉哥等人的消息 这也是辉哥决定做海盗的主要原因了 海上行踪飘忽不定 很难被堵住 要是在哪里定居 说不定哪天 就会被堵城的老板 请的杀手给干掉了 老五 去 把那几个印尼的猴子都料理了 搞得干净点 沉到海底去 结果老三递过来的望远镜 辉哥目测了一下 对方海面上驶过来的船只 应该还有个把小时 才能赶到这里 从时间上 足以把船舱内的那些人 处理掉了 如果不是当时还需要这些船员 驾驶这艘船 辉哥在前两天 就把这些人给干掉了 要知道 就因为劫持这艘船 辉哥还掉进 海里一次 差点被大浪给冲走了 这艘船进入马六甲海峡的时候 还是半夜 就被辉哥的人给盯上了 在干了几个小时之后 天刚刚亮 辉哥就亲自带人动手了 当时在叫停这艘船的时候 船长曾经试图加速摆脱 并且对乘坐小艇 企图靠近邮轮的辉哥 喷射水柱 也合着辉哥倒霉 被高压水柱冲到海里后 差点被淹死 后来 还是火匠对着游轮 发射了一枚火箭弹 虽然没有伤到人 但是 却震慑住了游轮上的人 这才顺利地接管了这艘船 被水柱射得七混八速的辉哥 上船之后 一时没控制住自己的脾气 把墙射杀了两名船员 这也使得原本的劫持事件升级 只能另外想办法将船给卖掉了 火将离开没多久 船舱后的甲板上就响起了一阵枪声 听得辉哥之中眉头 这汤梁的子弹也是要花钱买的呀 身上绑块石头沉到海里不就完事了 这艘船一共不过三十几个船员 一阵枪响过后 从后甲板上吹拂过来的海风里 就掺杂了一股子浓郁的血腥味 去把甲板上的血都冲洗干净了 灰哥扭头交代了身边的人一句 虽然是正儿八经的下海了 手里也沾了不少人命 灰哥还是感觉自己的行为 有点犹如斯文 等了将近四十分钟的时间 远处开过来的那艘船 放下了一条快艇 向这条万顿级以上的游轮驶了过来 大土我的老朋友 十分欢迎你的到来啊 游轮上放下悬梯 灰哥很恭敬的 迎在了悬梯边上 眼前上来的人可是他的贵人 就是干上海盗这行 也多亏了这个马来西亚大亨的帮助 否则他那艘护卫舰根本就买不到 但是财帮动人心 加上人心割肚皮 灰哥还是回头 让手下人做好了火兵的准备 达图用手下抵来的白毛巾 擦了一把脸上的汗之后 和刘明慧握了握手 说道 阿辉 没想到你这么短的时间 就把坛子给铺开了 看来你还真是天生就是干这行的 达图也是五十岁出头的年纪 身材非常的胖 两腮的肥肉几乎都快搭了了下来 不用低头就能看到脖子上面那好几层的下巴 达图虽然是马来西亚图著 但是年轻的时候跑过不少国家 汉语也说得非常流利 此刻就是用汉语在和刘明慧交谈着 在海上跑生意 早年没有几个政党人 正如资本论所说的 最初的原始资金的积累 都是充满着血腥的 达图早年表面上是生意人 暗地里也是杀人放火金腰带 纵横海上的萧雄 虽然捞够上岸了 并且还在国内搞了个什么都督的称号 但是达图暗地里和马六甲 甚至索马里的海盗 还是有着紧密的联系的 像辉哥所劫持的邮轮所在公司 就是达图的竞争对手 而辉哥所有的线报 也都是达图提供的 这么一来 既打击了对手 又能廉价得到这么大一笔财富 虽然达图身家百亿 还是对这种行为乐此不疲 不过 这也正是辉哥提防达图的主要原因 过河拆桥泄末杀驴的事情 辉哥当年走江湖的时候 可是没少干 去看看原油的数量 和刘明辉简单地说了几句之后 达图就让人去查验船上的原油货物了 其实他的资料就是来自对方的公司内部 对于这批原油的情况 甚至比船长还要清楚 达图老友 这还多亏了您的帮助啊 这艘船到这里之后 就再没有动过 我阿辉做事 您尽管放心吧 辉哥知道 对面这胖子看上去像头肥猪似的 不过在东南亚的势力非常大 光是手下资助的海盗组织 恐怕就有好几支 自己这半路出嫁的 根本就没办法和别人开嫁还嫁 所以对达图的态度非常恭敬 当然了 咱们几十年的教训 我达图有什么不放心的 达图笑得一身的肥肉都在颤抖 他是知道刘明辉的底细的 当年他曾经请刘明辉设过一个局 将马来西亚当时最大的传物公司 拓入到财务危机之中 这才使得他现在的公司有如此的规模 不过达图还真是没想到 当年的这么一帮子骗子 居然玩起暴力来 还真有那么几分甜粉 甚至比一些老海盗们 干活还要干净利索 要知道 让这么一艘上十万吨以上的游轮师座 那可是震惊世界的大事 也就他达图能吃得下这笔货 并且将游轮拖到自己的船屋里 重新粉刷改造 过了半个多小时 清点货物的人走到达图身边 用当地的图语小声说道 老板 货物都在 没有少 好 老弟 咱们转账吧 达图听到手下人的话后 脸上堆满了笑容 看向辉哥说道 这次虽然让你有点吃亏了 不过你也知道 我家大业大 养的人也多 并且 消化这批货 价格肯定不能高 不过 细水长流 咱们以后的合作 还多着呢 那是那是 辉哥点头附和着 虽然他对着肥猪的开价很不满 脸上也不敢表现出 一次这样的意思来 察言观色 也是一位老钱必备的素质 辉哥在瑞士银行有账号 并且 为了劫持海上人质转账方便 还特别办理了 卫星接收转账机 在看到达图将八千万美元 汇到自己的账户上之后 辉哥脸上也露出了喜色 干海盗不过两个多月 已经是近十亿的身价了 虽然附和着达图细水长流的话 但是心里早已打定了主意 再干上那么一两票 马上从马六甲消失掉 老弟 等等 交易完之后 这艘邮轮可是不属于他们的了 辉哥一行人就准备离船了 不过 却被达图给喊住了 达图先生 还有什么事 辉哥愣了一下 神经顿时绷紧了 他这一行干的时间比较短 最怕就是被人黑吃黑了 达图摆了摆 他那胖得像萝卜一样的手指 示意刘明辉不要紧张 笑着说道 老弟 我附送你个消息 听说 澳门那位赌王最大的那艘豪华商船 卖给了一个你们国内的年轻人 最近正在改造 准备出海 你可以多关注一下这方面的消息 澳门 赌王把船卖给了一个年轻人 他叫什么名字 辉哥听到达图的话后 眼睛内的瞳孔顿时收缩了起来 他感觉到 那个年轻人 一定就是让他钱财一空的庄瑞了 叫什么我记不清了 不过好像姓庄 老弟 我对那艘船比较感兴趣 要是你能吃下来的话 我给你这个价 达图伸出了一根手指 他前几年曾经向赌王报过价 想用相当于25亿人民币的价格购买那条船 但是被赌王拒绝了 现在可以用更低廉的价格得到那艘赌船 达图怎么可能放过这次机会呢 看到达图的手势之后 辉哥的眼睛眯了起来 问道 一亿美元 对 就是一亿美元 达图点了点头 那艘豪华渡轮 虽然已经建造了好多年了 但是 价值绝对在四亿美元以上 并且拿过来 就能当做赌船用 马来西亚的云顶赌场 可是堪称世界第二的大赌场 每天都是日进斗金 达图可是一直想参与到赌业之中 不过要是这哥们知道 庄瑞已经将那艘船 改造得面目全非了 不知道 他是不是还愿意出这个价码 第二章 守航 那个人姓庄 担名一个睿智的锐 刘明辉密封起来的眼中 闪烁着寒芒 他无法忘记 今天的一切 是谁造成的 虽然现在私混了也算不错 但是 有家不能回的痛苦 一般人是无法理解的 道上已经有消息 传到了辉哥的耳中 拉斯维加斯的一个赌业大亨 出了句词 要购买他的人头 所以 辉哥虽然在国内和东南亚 几个国家 都有房产女人 但是 压根就不敢回去 甚至连自己身处河地 都不敢丝毫地透露 而这一切 在辉哥心里认为 都是拜庄瑞所赐 如果庄瑞不是赢了杰威斯 那么他现在 肯定是在加勒比的小岛上 享受着阳光 而不是拿着冲锋枪 凶神恶煞一般的 整天在海上和人火拼 对 好像就是这个名字 老弟 你知道的 我虽然会说汉语 但是并不是很精通 应该就是这个人 达兔有点奇怪 为什么刘明辉 说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有点咬牙切齿的样子 他怎么都没能想到 刘明辉之所以当初落魄地 找到自己 就是因为庄瑞的缘故 好吧 达兔先生 如您所愿 我会将那艘豪华的邮轮 交到您的手上的 刘明辉文言笑了起来 笑得很开心 他原本以为 这辈子都没有办法抱着一件之仇了 确实没想到 机会居然来得如此之快 而且做了这一票之后 再拿到一亿美元 足够他和手下十几个弟兄们 逍遥快活一辈子了 到时候 把自己买的那个海岛 装上武器和监视防卫系统 就算是那位赌业大亨派杀手来 自个儿也不怕了 想到这里 辉哥的脸上 顿时愈发的阳光灿烂 似乎自己 已经在加勒比的小岛上 享受幸福生活了 老弟 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放心吧 我会把那艘船的湿湿洞下 都告诉你的 助你马到功成 达图见到刘明辉答应了下来 也笑得很畅快 在他看来 刘明辉一行人心狠手辣 对付这么一艘 没有什么武器装备的邮轮 那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情 要知道 海盗之所以能在海上纵横 凭借的不是人数多 而是靠着精良的武器震慑 就像刘明辉所购买的那艘护卫舰 仅是船头上的100毫米口径的火炮 就让很多商船乖乖的投降了 而且一般的商船 极少配有重武器的 冲击量就是带几把手枪 用这样的武器 和武装到牙齿的海盗们对峙 无疑是以卵击石 不自量力了 这次刘明辉劫持邮轮 之所以会开枪杀人 一来是被对方用高压水柱冲落到海里 二来就是上船之后 见到有人想偷枪 有些朋友会感到奇怪 既然游轮上有枪 为什么要用高压水柱推敌 而不是用手枪呢 这其实很好解释 因为双方的火力根本就不对等 几把手枪只会招惹海盗大开杀戒 所以一般海上商船遇到海盗 如果没有携带冲锋枪之类的武器 是不会将手枪拿出来的 只是这艘游轮上的船员们没有想到 即使他们后来怪怪的投降了 也没能逃脱死亡的命运 如果早知道这个结果 或许他们开始就会拼死一搏 也能给刘明辉的海盗团伙 造成一些损伤的 在告别大徒回到自己的护卫舰上之后 辉哥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每次交接贼赃的时候 总是提心吊胆的 生怕出什么意外 老三 安排人去香港 看看能不能接触到那艘船上的船员 弄清楚他们有什么防备武器 不要怕化险 如果能发展一个船员为内艳 那就更好了 等护卫舰远远的离开了那个海岛 刘明辉向老三交代了一番 先前就是小看了庄瑞 这才入了他的道 赔得鸟蛋精光 这一次 辉哥却是慎重了许多 不敢贸然出手了 大哥 您放心吧 套几句话的事情 还不是咱们的老本行吗 老三在以前的切门组织里 一直都是充当着白纸扇的角色 打打杀杀的不行 但是出个坏点子结交个什么人 这是他的强项 不要掉以轻心 那小子也是江湖道上的人 说不定就有什么后手 记住 宁可拿出几十万砸下去 也要把事情搞清楚了 辉哥的脸色有些阴沉 每次想起庄瑞这个名字 总是会让辉哥心情大坏 红隆隆 一阵直升机螺旋桨的声音 在轩锐号上响起 螺旋桨旋转所带起的进风 吹得不远处的庄瑞 连忙抱住了想凑钱看热闹的儿子 小家伙刚才一个没站完 一屁股坐在了甲板上 转哥 这玩意儿开着不带劲 不如军用机开起来爽 过了大概三四分钟后 直升机的舱门被打开了 彭飞很骚扑的从上面跳了下来 引诱着庄瑞怀里的小家伙 说道 方法 让叔叔抱抱 叔叔带你去坐飞机 小家伙明显有点 抵挡不住这种诱惑 歪扭着身体 对彭飞张开了小手 气得庄瑞一巴掌 轻轻地拍在了屁股上 笑骂道 你小子 要是放在以前 就是当叛徒的料 庄瑞在船上装备直升机 也是有着自己的考虑的 大海多变 危机四伏 即使是这艘排水量 在万吨以上的商船 也难保不出事情 而有了直升机之后 只要不是远离海岸 一般情况下 都可以做到自保 而且 这架直升机 还不是庄瑞自个儿掏钱买的 不要白不要 庄瑞 这架飞机多少钱买的 你小子现在 是飞机轮船 什么都配袭了呀 直升飞机 落在甲板上的洞见 也惊动了黄甫云等人 原本待在房间里的几个人 纷纷来到甲板上 站在旁边 平头论足起来 以前两百多万人民币 黄甫兄 你又不是买不起 庄瑞看到老婆抱着女儿过来 连忙接到了怀里 说道 还是女儿起 走 老爸带你兜风去 这两年黄甫云跟着庄瑞 身价也是暴涨 但是这两年 从博物馆里拿到的分红 差不多都有一千万了 所以庄瑞才会如此调侃 得了吧 我可没那么扫包 彭飞 走 咱们上天转悠一圈去 黄甫云摇了摇头 却是拉着云满 直接坐了进去 彭飞笑着 把兴奋的小芳芳塞到了云满怀里 自己坐在了驾驶位上 靠 是我老婆豆腐 和你老爹一个样 黄甫云见到小家伙的一双手 正好抓在自个儿媳妇的双风上 粉嫩的脸蛋 还在上面磨蹭着 顿时怪叫了起来 滚一边去 我可是本分得很 庄瑞见到媳妇就在旁边 连忙撇清了自己 却是引得众人哈哈大笑了起来 等到黄甫云两口子坐了一圈之后 庄瑞也带着秦宣兵坐了上去 在天上飞了一圈 感觉很是不错 稳定性和声音 比起军用直升机来 简直是不可同日而喻 这架直升飞机的内藏 是全封闭式的 而且还是防弹防噪音的玻璃 坐在里面很是舒适 本来这是一位香港富豪订购的 不过秦浩然知道 女婿想买一架直升机在船上 厚着脸皮找到那位富豪 将这架直升机要了过来 算是秦家送给庄瑞的 虽然前次庄瑞帮秦氏珠宝 去南非选购钻石的事情 庄瑞并没有提起来过 但是秦浩然心里却很是不老实 借着这次机会 算是给了庄瑞一些补偿 渡轮上的钻探平台和浮调设备 早在五天之前就已经完全调试完毕 只是因为要等这架直升飞机 庄瑞原本起航的时间 却是晚了将近一个星期 不过 澳门比邻香港 他带着儿女和秦宣兵 在老正人家里住了几天 这让秦老爷子高兴不已 原本还在生着病的身体 也奇迹般的豪转起来 当然 庄瑞是不会说出 自己没事帮老爷子 调理身体的事情的 他每天都是等老爷子熟睡之后 才隔着几个房间 给老爷子梳理身体 倒是不予被发现 作为一艘新命名的渡轮守航 本来是要进行一番庆典的 只是庄瑞有些厌烦港澳的那种 惊天败地 竞献猪头的仪式 干脆就将这些都省去了 不过第二天一早 还是有不少得到消息的港澳名流 都赶到了庄瑞的玄瑞号上 因为 不管从身家或者是身份上而言 庄瑞比他们都是毫不逊色 这样的年轻人 自然是要好好地结交一番了 不过这些人到了船上之后 都是纷纷侧目不已 在悉尼按骂 庄瑞吐包子 原本的一艘豪华渡轮 现在被庄瑞整的 变成了四不下 甲板上的平台 和那两根手臂般的浮调 尤其显得不协调 到了早上九点十分整的时候 船上响起了十八升礼炮 随之明亮的气笛声响起 轮船缓缓地开动了起来 由于有不少的港澳名流在船上 所以第一天的首航 只是在香港附近的海域转了个圈 到了晚上的时候 又停在了澳门码头 庄瑞亲自一一地将众人送下了船 与此同时 远在马来西亚群岛处的一个荒岛上 辉哥也得到了宣瑞号守恒的消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